歡迎來到鞋槓青年 我是Perry 我是美馨 我們竟然出外景 沒錯 鞋槓竟然出外景 我們說到做到 說是收你家就是收你家 那我們今天不是要搜查真鞋 我們要搜查球鞋 啊 我們來到了一個算是 不得了的人物的家裡這樣子 號稱算是台灣 非常強的COBI的收藏家 我們現在就來看門鈴了 我們就直接藏住人家家 哇 這麼直接嗎 這樣就可以了嗎 可以可以可以 我們就先看門鈴 好好好 你不會按太久了 那麼嚇得 嗨 大家好 我是小千 沒錯 我們現在進來的 這一位收藏家的 算是收藏室嗎 這邊 好 那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請問你是 呃 我是 你家什麼中藝 我是小潔 據我所知你年紀真的是蠻小的 那是怎麼樣的契機讓你會接觸到 就是COBI 我是在2009年那時候跟爸爸一起看球 他就是對魔術的總冠軍賽 然後呢他那一場就 第一場就拿了40分 然後又把籃板把主攻 然後我從此以後就是 每一場COBI的比賽我幾乎都會墜 然後也開始那時候 開始慢慢入手就是COBI的一些東西 剛好最近COBI跟NIKE要重新的 算是重新合作 然後他們出了第一款合作的鞋款 幫我們介紹一下這雙鞋款 這樣子 這雙鞋款是COBI 就是在一次發售後就是 JUJU的鞋款 就是他是紀念他的女兒 然後他把這雙鞋的 所得也都捐給了他們的基金會 然後呢他這邊的配合是 COBI女兒最常穿的背號 後面的鞋跟一邊是COBI 一邊是JUJU 然後上面是他們那個標誌 就是基金會的標誌 因為我現在才發現他前面鞋頭還有一些 對 刻印 想問一下小潔你是從官網入手 我是就是台灣不是有發抽籤嗎 對 然後我就請很多好朋友 然後一起幫我抽這個 出動網軍去搶這雙鞋子 我本人也是有去抽但是 沒有收到簡訊 我也沒有抽到 那我們看到現在的這個 你的收藏是有很多COBI相關的收藏 然後就想要問一下 你個人最喜歡的三個COBI的收藏是什麼 COBI 對 鞋子部分是這一雙 這是COBI穿過的鞋子 有他的味道 對 然後他這一場是 就是COBI對LABRON的時候 歧視對 哇 這個是證書啊 裡面都會附贈他的照片 對 就是他這個證書是MGG 他要比對就是球鞋那些摩擦的痕跡 然後他要比對到就是一模一樣確定是這雙鞋 他才會開這個證書 他怕是搞錯這樣子 對 他是MBA官方合作的 就是 常常就是這種 比賽用的球衣 比賽用的球鞋 專門合作用的認識 他們是不是 就是生涯只有比了二十幾次 對 二十幾次 對 這就是二十幾次的其中一次 對 他這邊其實有一些摩擦的痕跡 天啊 他會比對這些可能 這些縫還有摩擦痕跡 比對確定一模一樣他才會開這個證書 那想問你這個是怎麼去入手 這個是從一個收藏家手中他讓給我的 就是 轉讓給你 就是他某些原因就是轉換收藏 然後他知道我是真心喜歡Kobe 然後也會好好收藏這些鞋子 所以跟他談好 然後就把他入手這樣子 了解了解 如果我看除了這一雙 所以這些也都是TUS 對 他們穿過的 都是Kobe 穿過的 天啊 所以你總共會有四雙是GU的 對 那個是簽名嗎 對 想看嗎 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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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問了不然 這雙是就是Kobe在最後一個球技 穿過的球鞋 他腳好大 對 他腳十四號 十四號 他最後一個球技大概只有出場 大概五十幾場比賽 他後面改穿十一代 所以他在最後一季的時代 就是比五十幾場又更少 然後這是其中一雙 然後他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這邊 就是Kobe的時代 他這邊會印上Kobe 一般鞋子都是顯而已 都是跟左邊一樣 對 然後這也是Kobe專屬的配色 PE配色 PE配色 球員版配色 他這邊真的 膠條看起來是有 對 摩擦到 對對對 那小姐因為我們剛剛在閒聊之餘 又發現了 兩個很猛的東西 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你現在手上的這雙是 實際上是Kobe 在他拿MVP的時候 發售給他的親友的 就是親友限定 最後就是可能 不知道誰流出來 然後最後就流到我手上 其實要感謝他流出來 對 感謝你的不小心 他可以到你的手上 感謝Kobe的朋友 對 而且他這雙的 就是保存得也滿良好的 這雙應該是08年發的 就是他拿MVP的時候 都十幾年了 那這一雙 這一雙 這雙是就是 Kobe只有全世界限量一雙的鞋子 One of one 對 他不一樣的地方是 他這邊是電袖的 一般市售版是 就是印上去 然後Kobe在這雙鞋子上面 簽了十次名字 四次名字 對 目前看過 簽最多次的一雙鞋子 那為什麼這一雙會 為什麼會有這一個 只有這一雙的設計 帕尼尼就是 自己做出來買這樣子 所以算是帕尼尼自己的 改制款這樣 然後是 可能官方授權這樣 對 就是官方法的 喂 全世界只有一雙的鞋子 超級猛耶 很香 而且應該就是 也是唯一有前四次 對 太強了吧 美芯剛剛是不是有一個疑問 對我有一個疑問 就是大概像這樣子 就是 求援 就是求新 親自著用的球鞋 大概 都要多少錢 他過世前大概是 六位數 他過世後 就大概 七位數用 頭期款就有了這樣子 欸 這超過頭期 對 對啦 超過頭期款 哇 有感到很震驚 我很震驚 因為人家害怕這 真的是難怪是 要防潮 對阿 它是保險櫃 所以有 證書的才是 大概這個 假的 沒證書的話 價格會 可能 可能像旁邊這種 就是 旁邊這首 五位數四位數 沒有沒有 旁邊這種是 一些簽名寫 價格就沒有到 這麼高 那因為我好像有看到你有一個 是球員卡 然後是 是 是有螢幕的嗎 對 有螢幕的球員卡 好 就是這張 它是 帕尼尼公司 就是做球員卡的公司 是 它當初在2011年發售 全世界十張的 十張 然後呢 它是唯一有出過可以播放影片的球員卡 欸 真的沒看過 然後 紀錄一些比賽的片段 是 跟後面就是一些跟Kobe訪談的內容 還有Kobe 簽章卡片的過程 喔 這個是他的簽名 對 這邊 這是他的簽名 然後他手寫的就是 限量的 第十張的第八張 可是我覺得 你剛好收到第八張 很幸運欸 對 很幸運 非常幸運 欸 我覺得這說不定 比 球鞋來講 也更有價值一點 就是很 很特別的樣動 我覺得是不一樣的 對 我一開始也不知道有這個東西 是後來回頭 看到 網路上的影片 然後才回頭去找 所以你是無意間在網路上發現 對 這個卡 對 那你可以 再也幫我們講一下 關於牆上的這些 牆上的 球衣嗎 這一件就是 Kobe限量 一百二十四件的 簽名球衣 然後呢 他有加簽那個 Blackman吧 就是他的綽號 這兩幅球衣都是 就是 就是簽名的球衣 只是不一樣的 款式這樣 對 這件就是他比較舊的時候 簽的兒 所以這是比較舊的簽名 然後這是他 生涯後期 就會變成 蓋成這樣的簽名 所以他簽 他的簽名會變 他變過一次 這我真的不知道 他以前的簽名 是比較大的Kobe 對 後面就變成 小Kobe 欸長姿勢欸 對 那我完全不知道那件事 真的 這是Kobe FTV就是 他最後一場比賽 那雙鞋的鞋盒 然後這是 這是他寫的小說 喔他有寫小說 對 Kobe寫小說 然後這是 一些就是當初發售球鞋的DM 就是 Nike以前都會做 可是後面就 都沒有在做 欸 Nike 然後這是 當初就是 拆球員卡的盒子 就一些比較特殊的系列 近期有比較想要收的 Kobe相關的東西 我會想入手 就是可能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入手他穿過的球衣 球衣 對 因為球衣價錢 比球鞋還要再高一些 原來如此 就是穿過的 為什麼 對啊 為什麼 我還原來不太清楚 就是現在市場是這樣 現在市場是 就是穿過球衣的價格 還是高於球鞋的 那你有比較想要收他哪一種 可能是某一場比賽 或是配置 我想收到好萊塢的 好萊塢的 傳過的球衣 原來是紫巾嗎 還是是 黑金 黑金 黑金色 然後是短袖的 祝你幸運可以再收到 謝謝 OK 今天非常感謝小潔 來讓我們進入你的房間 然後相信大家應該對於 Kobe的各種 驚奇的收藏 更有了解 今天晚上就是大開眼睛 真的 我真的是看過超多 超厲害 沒有看過的收藏 對 真的 各位還有想要看一些什麼樣子的 TV收塔 先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當然大家也不要忘記追蹤 混濁的IG 然後Facebook 然後訂閱混濁的Youtube 然後開啟小鈴鐺喔 沒錯 這是MixFeed的血缸情人 我們下次見 掰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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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我們下機 あぁ 有人 我會把這個 我們下機